等等等等啊 我簡單說一下 這個大女你們都說明白了你們幾個小夥子啊 這時候藍裡面你們那麼年輕 就是很多人看事情看表象 當然呢我更願意看到就是說事情的本質 就你們幾個剛才特別大女說七年之養 是吧 跟巴黎 你那麼小都七年了 這個我一生見到了男人換女人 那我可以說我有最有資格說的 我真沒見過包括外國的 換了女人以後說把自己換得更年輕了 把自己換得比第一個好 我這個人是絕對不建議勉強婚姻的 但是女人換男朋友 男朋友換女朋友 這事兒還真是個大事兒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換完就結束了 它就是運氣 它就是生命 如果你要覺得巴黎換的不行 你送給七哥 你不用著急啊 你就送這兒來啊 這七哥養巴黎 你別送給別人啊 這個新中國聯邦養著 你這是個災難的錯誤 這說明你對了 再給你對你爸媽現在能坐下來說話 包括剛才你們幾個都在講這回 艾美麗剛才說的所有的感受說說愛 我跟你講最可怕的亞洲人有兩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亞洲人 包括日本人啊 就是所謂的新加坡人香港人 就是跟家人之間 越親的人說話越難聽 這就是真的是東西方那個文明當中最可怕的 為什麼? 西方有基督教像小九羅他先生一樣 他認為咱倆再見 我對你要謝謝 我要尊重 我要客氣 我對你愛 我要說愛 而輕易不說說我不喜歡 我愛你 輕易地批評 東西方知文明跟這有絕對關係 因爲什麼? 因爲有對人的尊重和對愛的感激 那你父母都不尊重 你和巴黎 是不是啊 在床上下來要謝謝巴黎 那巴黎你說謝謝巴黎 是吧 巴黎肯定很爽 是吧 哎呀 說明大牛很高興 那巴黎也同樣可以謝謝大牛啊 大牛你看 你讓我很爽 我很高興啊 你總不能兩口子從床上 突然就說 你啥呀 你根本就不行 那下回就更不行了 是吧 這本來啊 我跟你介紹 現在都這樣 是不是啊 我們活了37年 這也是密集 真的 憑什麼就都累得忽視害羞的 是吧 你不能謝謝對方呢 是不是啊 那麼我對父母為啥不能每天乾淨 每天你活著就因為父母 還有你對父母都不能說感激 你知道是風水上叫什麼嗎 你知道風水上叫什麼 一定像幾個說的話 對父母不說感恩感激的人 你不會有運氣 一定記住 我當年就是見到高人 我當年是大概在14歲左右 還不到跟你七嫂們在一起的時候 這高人跟我說 記住過年過節給爹媽磕頭 第二 任何情況下能給爸媽說我愛妳 我謝謝妳 就要說 我老家叫我疼妳 我就給我娘說 娘我多疼妳啊 爹我多疼妳 我每次說我娘都是那種顫抖或者心 那個眼淚都流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我對我娘對我爹做的最多的就是這個 而且我爹我娘給我說 我就說我特別感謝 而且我老跟我娘說我爹 為啥八個孩子你們怎麼養大的 我們還都是四肢健全 他們很有成就感 結果有一天道長跟我說什麼 他說文貴妳知道嗎 妳對妳父母說出的每一次這個的話 都被記在了上天那裡 無比的功德 而且他說妳會遠離疾病 我哥八個 我娘生了十幾個孩子 妳看看我是什麼樣子 我除了感冒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病過 如果妳們想不得癌症 不想疾病纏身 如果妳們想真正的讓自己的來世能進入天堂 對妳的家人 一定要心存感激地說出愛 包括對妳的愛人 包括對妳的兄弟姐妹 特別對妳好的人 否則今天妳的畫面最年輕的人 就很快妳們就未來五年內都會變成屍體 我不跟妳開玩笑 妳不加入新共聯邦 妳不會再跟巴黎有未來的七年 不是妳倆愛不愛的問題 是結束的問題 也不會進入天堂 就是因為妳們有了改變 妳們是台灣最最年輕的未來 而且我告訴妳 台灣農場一定會出來台灣總統 台灣總理 台灣國防部長 一切的 記住我今天說的話 咱走著看 他們會求著妳當 妳們的愛 是受到了台灣的佛 台灣的土地所庇佑的 但是今天的麥克風實在太差 就這麼年輕的台灣生產新品的台灣之島 科技之島 給人類生產百分之六十科技產品的地方 每幾次麥克風行的很讓人失望 妳看人家小九弱兩口都往那一站 人家後面的布景 人家為啥小九弱能有這樣的 美國這麼成功的惠普的副總裁愛他呀 妳看人家對生活的嚴謹 人家這種精神狀態嚴格要求自己不湊合 是吧 妳們這幾個年輕的小伙子 今天台灣農場大問題啊 麥克風 啥得不好 紅包不給妳們 妳看著吧 謝謝 請 咱是個請Rica 現在是改成瘦了已經 Uben 今天我要說是Uben 那位妳開玩笑 Uben妳長得像那個少林寺 最早的時候演那個就是李連傑還有突生 還有那個演的叫什麽那個那個那個壞蛋那個 就特別像他 就很難忍 但今天我就上次跟你上連線以後 那臉突然變成有點佛像了 轉化太快了 然後Rica被妳給推出來以後這直播 Rica像大美女 是吧 真的是記得妳穿上這個惡意皮 穿上G翻證這兩口子真的是不一樣 就是Rica妳兩個現在的節目和妳倆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了 這個Uben妳對這個爆料革命這樣的把媳婦都拿出來 是不是啊 推出到這個爆料革命 妳這樣的男人 齊哥很佩服 對愛 對自己 對性向 有信心 不是藏著椰子端著 那是很露的嘛 這個不像那個我們的卡爾利斯還有灰靈戰友 那天在現場問了齊哥很多問題 我很多問題都沒回答完我想告訴他 因為他們有自信 很多都是他們 因為妳相信妳自己做的事情 妳自己在相信 Uben在妳臉上盡量看到妳臉上 今天跟上次那種自信又不一樣了 Rica有感覺吧 有很明顯 釋放自己是一樣的 看得出來妳倆剛剛的那個 給我看妳倆的笑容是吧 來吧 妳倆說說感受 來 謝謝七哥 先給七哥拜年 還有我們屏幕上所有的兄弟姐妹戰友們 我們代表我們的小家庭 給我們所有的戰友和屏幕前的戰友和同胞拜年 我們2023年 健健康康平平安 我們take down CCP 謝謝 然後我就特別想說 您說 妳別管妳一個人說 妳先生也得說呀 好的 七哥兄弟好 親愛的同心同框和我們三歲現場所有的兄弟姐妹們好 尊敬的全球的戰友們好 2023年我們緊隨七哥謬力同心 take down CCP 不滅惡黨 誓不休 哎呀我覺得妳聲音比Rika還好聽的啊 以後妳別讓她一個人說妳也得說幾句啊 Rika我跟你說妳這個男人絕對妳選的太好了 她的相貌和壽命和她的福份絕對是太好 我太喜歡這個兄弟了啊 謝謝物本 Rika今年啊 我給妳倆月時間必須出好節目 否則七哥不給妳拉倒 妳這個鱷魚皮夾著妳不願意穿著可以賣回我 我給妳加一倍的價值 給妳不是開玩笑的啊 很有眼光 包括Rika這件毛衣穿著妳倆配的今天是完美的地方人 好了 謝啦 謝謝七哥 謝謝七哥 非常感謝七哥 我們是因為我們真的是獲得很多 其實我是主動跟我們唐平導演說的 我說小堂姐我可不可以進到那個幸福的那一組 我說因為我們獲得很多 所以我想說我更能夠說出我的真實感受 就像七哥最直觀的我們今天的積翻身 其實買了這個衣服以後我們兩個挺有意思 我們說算一算七哥曾經說過的 我們的我們的衣服是怎麼買來 算一算好像就200美金 因為幣都是一毛錢拿來的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這也是我們巨大的獲得 還有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救贖很棒 其實說分享故事 我就想說我們為人父母 我們肯定是希望我們的孩子是善良的勇敢的有擔當的 那麼其實自從我們 我們兩個參加爆料革命以後 然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聽七哥的直播 然後我們的小孩也是耳濡目染的 他就會 他應該是記得最多的就是七哥說 take down CCP 然後行動行動行動 所以他記得最多的就是這個 然後你也是我兒子的偶像 他在那個那個iPad屏保上放的都是你的照片 所以是特別特別有感觸 然後有一天他就回來就跟我說 他說媽媽說我今天特別棒 我說你做了什麼 他說我今天遇到了一個比我大的小孩 他亂扔垃圾了 我就去追著他 我把他拉回來 我跟他說讓他把他撿了 然後人家那個小孩把他撿了 他特別特別開心 然後其實雖然說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對於一個孩子來說 他是需要首先要有判斷力的 然後他還要有那個勇氣 那麼他都是哪來的 其實作為我們父母來說 我們參與爆料革命的時候 然後我們作為新陸國聯邦人 我們每天在做正確的事情 他耳濡目染的 我們以身作則 他是可以看到感受到的 所以他會有那份責任感 他會有那份勇氣 有那份擔當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最簡單的 那我們看國內 老人倒了 都沒有人敢服的 這個其實是最人性使然的東西 你為什麼 就是你不能去服 你不敢去服 所以我也是在想 我們作為父母 如果未來的某一天 孩子在問我們 媽媽 疫情三年的時候 你在哪裡 疫苗是病毒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做了什麼 你有沒有勇敢的呐喊出來 你有沒有出來反抗 所以我覺得作為父母 如果你被問到這樣的話 你怎麼去面對你的孩子 這也是我獲得的 我的心 我的真的是心理化 我不想做那隻碩頭烏龜 我想讓我的人生 有擔當有價值 而在我做的過程中 我的孩子 我覺得我不需要 怎麼去教育他 他每天看到的 他就成長得非常非常棒 所以這是我的心得 所以分享給大家很開心 很感恩 感恩爆料革命 所以我們一定會 堅持take down the CCP 謝謝齊哥 謝謝戰友 謝謝齊哥 謝謝戰友 Rika和你真是 真是無本 你夫妻兩個 真是每句話都是如實的真實啊 我們大孝先生 你們可能還記得 到了日本以後 他真很有本事 我們一起把他孩子救到了日本 他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他我們前天那個小酒窩 行走的鮮花 他上去講那段 他特別 大孝說 七哥我讓你看一看 有我家發生什麼變化 他的那個孫子 十幾歲長倍高的個 做俯卧撐啊 兩個 只能做倆 他就說 你看看我是軍人出身 你這個身體前身健體 他說你最崇拜的 你郭爺爺 他是每天健身的 而且他把過去跟我 我當時胖出的照片給他看 他說你要練 現在孩子一組做六十 俯卧撐 當時的孩子做平板撐的時候 最多做七秒鐘 跟那爺爺偶爾喊啊 我做不了 然後每天打遊戲機 現在孩子控制自己的遊戲機 一天不超過一個小時 而且打得非常棒啊 而且到日本那塊去申請 他的這個身份的時候 他給日本人講日語 日本人傻了 他說你來的時候 你一句日語不會 現在你講那麼流離日語 你什麼辦法 他說我就是自學 完全自學 最後日本人說 你這個太神奇了 最後人家是上他家去給他談 談完以後 什麼都給他全家辦完 學習 還有一個人有信仰之後 激發的潛能是無限的 他爺爺就跟他說了 你有一個郭爺爺 你對他最好的尊重 你就是要健身 你就讓他看到你的本事 你現在讓你兒子看到了一個 最好的 我們要做堂堂正正的人 你垃圾丟了我讓你給你撿回來 孩子這樣的孩子多偉大 你說咱中國人教孩子什麼 比爹 比爺 比爺 比錢 比車 比包 多垃圾啊 你知道昨天我回來我看到郭美 站在那地方 你看到就我的郭美 郭美比我更高 你們都知道 剛剛參加過Deposition 她把那套衣服穿來給我看 就七哥看到我女兒就那個 那個強大 包括她百分之百的就是那種 受過那種高等教育 郭美經過真實的人生 我不讓她讀大學 我不讓她有任何所謂的名利心 她完全沒有 但是她卻是個戰士 這是我的女兒 就我看到我那種心潮 我真的半天就是 就心癢癢的話 我有這樣的女兒 如果她穿的買套西裝還是個普通的牌子的 最普通的牌子的西裝 她那一堆衣服還不是七哥的一個袖子之前 但是我的女兒 妳講她英文好 電影拍的好 是吧 然後她到 然後面對這事情淡然 然後她跟爸爸一起戰鬥 她感到了非常的開心 一個做父母的看到一個女兒這樣 共產黨最喜歡什麼 郭美出現了 是吧 這個膽小的小公主啊 是吧 害怕呀 以無論事 然後說出來一切對她爸爸和對咱爆料革命不利的話 對吧 她們最想是這樣 這幫孫子 她沒想到郭美這個 她們的律師說 哇 妳女兒實在太棒了 太棒了 一再就是太棒了 這個是對七哥上天給我最好的回報 如果我有一個頑固死地的兒子 郭強昨天自己包餃子 在家包餃子在英國 還照顧人給她包餃子做了一桌菜 然後因為她也沒有女朋友 一堆小孩一堆光棍是吧 給所有人做菜 然後開著自己的飛機 去弄的菜回來給大家 連狗加菜 笨笨 整了一堆的 比我吃的還好呢 是什麼 這叫人性 笨笨現在有女朋友了 多多長大 兩個一模一樣 妳不知道多漂亮 在郭強養著呢 妳知道嗎 而且這兩個狗 我答應生下來以後 我要給柯基一隻 她今年馬上 笨笨和多多就要懷孕了 如果妳們誰表現好了 神很有可能給妳們一隻 小九如果妳只要是好和我活著 我這第二隻就給妳 妳不好好的 我不會給妳的 我先給妳先生說 這個笨笨和多多 一個是全家十次冠軍世界冠軍那種 一個是世界上五屆冠軍那種 妳看人倆那個優美 是吧 然後郭強展示給我 我很榮幸 因為我兩個孩子上天給我最好的 全健身 全都是高等的教育 然後不在名校 去哥倫比亞我女兒說我不去 是吧 自己我去考去 郭強從倫敦大學 然後到廣子學院 郭強說我要到其他學校去學習 完全我從來沒有阻止過她 而且我說妳倆只要不結婚 天天做新郎天天做新娘 是妳倆的選擇 妳倆結婚了就不可以 人家現在不結婚 就是非常真實的生活 這就是瑞卡妳今天物本 展示給人最健康的夫婦 最漂亮的夫婦 最成功的夫婦 我不相信世界有多少像妳們倆 這麼樣狼才女貌 有這麼好的孩子 這就是爆料革命最偉大的力量 剛才妳聽到某些台灣的年輕帥哥 要七年就想換媳婦 妳聽到某些人說這話了吧 該不該欠揍啊 是吧 妳換完以後妳找著第二個巴黎 我給妳嗑一個 是吧 那妳不後悔十輩子嗎 妳看到巴黎跟別的男人在一起的時候 妳天天讓妳痛苦 妳動不動就換 被大陸文化影響 妳看看這夫妻 我真的看到妳倆這樣七哥多幸福知道嗎 妳們倆上的笑容多真誠妳知道嗎 我們中國人沒這種笑容 沒這樣的夫妻 沒有像大牛這個台灣這些孩子這樣笑容 也沒有小酒鍋跟先生這樣的愛 悲劇呀 感謝了啊 我今天說今天我上我們的現場3C 站了很長時間 我知道他們一定說 妳幹嘛老說那麼長時間 讓我站那麼長時間 海倫的爹 海倫的娘 還有我們艾爾卡利斯 我們瑞內的先生 然後還有我們的威威 還有瑞 她這個國際夫妻 這個妳看咱們這個畫面多麼好啊 海倫妳看長上這個孩子 才十幾歲 從我是英雄長到現在 我在現場 我這幾天我都看到海倫的變化 我能看到她的變化 我也能看到海倫這孩子太有才了 就她生來就是個星象 就是個天生的星 妳從她爸她媽沒有看出當星象 我不會相信海倫的爸她媽會當明星 她倆就是一個最最誠實普通的戰友 她倆就生出這麼個閨妮出來 這個裏邊這個 我那天給唐平說的 我妳看海倫 小太陽 我們的這個小番茄 這這幾個孩子 還有我們的旁邊幾個年輕戰友 最大問題家庭教育都不行 包括海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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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父母我就跟妳倆說 我公開怎麼說 我公開怎麼說 為什麼呢 父母對孩子都要抓得死死的 直到捏死為止 捏不死就讓妳半死的 中國的所有孩子走到全世界 眼神漂移 從來不跟人家打招呼 極不自信 極不友好 極不友好 沒禮貌 不是一般的沒禮貌 就是說實在 就中國這一代一代走到國外以後 到商店裡邊 妳看她摸人家那些衣服 還有那種不自信 多在乎別人這些感受 然後沒有公共禮貌 都是父母給的 改的很難 但是海倫爸爸媽媽在我是英雄這個事兒上 做出了最正確決定 參加了唐平妹我是英雄 而唐平和威廉王 窮其所愛打造海倫這麼多年 結果海倫唱完以後 國內很多戰友說 哎呀七哥 我從這幾個小孩子唱 他說太羨慕這孩子了 因為咱戰友都覺得 我的孩子有這樣的福報 他說能讓唐平和威廉的我是英雄 能讓他們上一次 能有這樣的表現 這太好了孩子玩遊戲機 上網 活在手機的世界裡 根本不和人打交道 完了 徹底完了 所以說我看到這個太牛了 然後卡爾麗斯和瑞內這兩口子 從做飯炒菜戴口罩摘墨鏡 給七哥展示廚藝 我那時候說 小卡爾麗斯七哥高五星分散州人 韓老師 七哥有沒有看 他經常問我七哥有沒有看 我怎麼可能不看 是不是 包括人類在前線呢 整個這一切 你看這兩口子啊 郎才女貌 海倫的媽媽給人看出來 就恨不得自己的女兒 就拿錫紙包上 拿箱子鎖上那種 對女兒的疼愛 爸爸是覺得我這個女兒很相信的 我覺得還能爸爸對女兒是百分之百信心的 甚至可以帶著女兒爬山 游泳 開飛機那種的 這是我覺得很棒很棒的 但是今天你們終於打開了自己的世界 然後微微兩口子 我覺得那天亂緊張 上直播的時候 忘了這個 忘了那個 我當時就想啊 我看到唐平臉那個 那個急的都快急疯了 別急別急 然後他在那塊弄 他先生已經準備好了 人家真的這兩個 國際婚姻 威威人家 人家咋忍你了呀 我能想到你家臥室會有多亂 我估計那衣服半年洗一次 就你這個丟三落四 是吧 就這樣搞節目 經常的讓人家丟人現眼沒面子 你扔掉了共產黨 但你沒扔掉自己的這個生活的不良方式 我真的看出來了 但是我看出來了 你先生是如此的愛你 真的了不起 我覺得中國男人有幾個這樣包容的 中國男人有幾個這樣包容的 我今天我特別榮幸的看到 三個完美的家庭 還有我們的未來之星海倫 海倫未來絕對是世界 新好萊塢的主角中的主角 小太陽 番茄都會似的 一定會似的 但是我希望這孩子成了好萊塢明星以後 他不再不是那個好萊塢最後都是吸毒 瘋狂的性party 最後自己都死球的都完了 我希望海倫是一個有精神境界的 就像我們那天那個 杰米唱的歌一樣 你看人家一個25歲的小伙子 不焉不酒不亂信奉上帝 這樣的精神歌手 一個女性中的自尊自愛的女神 我希望她是這樣的 非常感謝你們的到來 那天你們兩口都唱的歌特別好 讓我想起了當年第一次到英國去 夫妻兩個就跟你倆一樣 啪啪啪的唱的 女的唱的 男的說 哎呀我說這個很好 回去跟七嫂子商量 我說能不能咱倆練點樂器啊 什麼的咱倆也唱一唱 後來也沒弄成 結果你倆給體現了 非常非常的棒 請你們在場的每個家庭 給戰友們說幾句啊 祝你們新年快樂啊 現在由你們來說 謝謝 全球的戰友們新年快樂 其實今年的春節包括除夕是我 我和凱莉是我們家庭最特殊的一年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沒有跟孩子 在一起過的除夕和新年 但是呢除夕夜我們是跟戰友們一起過的 昨晚我抱著舒克的女兒 我感覺就像我自己的女兒一樣 我坐在她旁邊 我跟她講我們的菜單 她看著菜單她每一個菜都在問我 這個菜叫什麼 這個菜辣不辣 然後舒克說你怎麼這麼有耐心啊 每一個菜都跟她講 當然我馬上我的意識中我就聽到了 凱莉絲在耳邊 我意識中我感受到了 她說你對孩子對戰友的這種耐心 能不能對我也更耐心一些 所以我一直記得七哥告訴我們的 就是我們要對自己愛人 我們自己最深愛的人要更多的耐心 你把給戰友的耐心更多的給你的家庭 因為我們每個家庭有了家才有國 我們是一個一個家庭組成的 所以如果我們家庭和睦了 家庭好這個社會就會變好 所以在這裡非常開心 第一次在三西跟七哥連線 謝謝七哥大家新年快樂 感恩七哥 祝七哥新年快樂 我在這裡呢 我剛才Elena講的時候我流淚了 因為確實是這樣子的 七哥教會了我們要愛家庭 愛妻子 愛我們的父母 我能站在這裡我要感恩我的父母 是我父母有德 讓我能夠跟誰巴勒革命 讓我能夠知道共產黨的邪惡 讓我開治 其實沒有父母就沒有我們 我們雖然是遠在千里之外 沒辦法回家和家人團圓 我們站在這裡就是為了消滅邪惡的共產黨 拯救我們的家人 拯救我們的孩子 拯救我們的未來 我非常感恩 在這裡我有家的溫暖 有歸屬感 我非常感恩 我能夠加油巴勒革命 我能夠站在這裡 這是我的榮幸 感謝所有的戰友們 我們一起努力 Take down the CCP 謝謝 全球的戰友 大家新年快樂 七哥新年快樂 我是Helen的媽媽 對在這裡 我在義工的工作的名字是Suzi 所以如果說Suzi的話 大家一定不認識我 所以我們在這裡只說Helen娘 Helen爹 然後非常感謝我是英雄節目組 還有新中國聯邦給我們這次機會 陪Helen一起來到紐約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美國 共是第一次來到3C 我們還去了18樓 我們和戰友一起超完血家 一起喝了茅台 對這個 我們一點沒有說離開家過年 這種孤單相反 我覺得給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們真的回家了 所以說到家庭這個觀念 我們應該講希望是我們最大的支柱 所以共產黨CCP想讓我們中國人都沒有希望 甚至想讓全世界的人不能感到希望 但是我們在這裡我們是有希望的 我們有避風港節目 我們有喜避大作戰 我們還有給我們這個精神支撐的 昨天直播的我是英雄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就剛剛有點雲 Sorry 就是非常就是 就是榮幸能來到3C 然後呢我覺得就是 就是因為郭叔叔 然後還有爆料革命的戰友的這些 effort 就是讓我們的父母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怎麼說 就是因為我父母一直要告訴我要善良 然後對然後現在就是我 就是如果別人需要幫助的話 我肯定是會幫助他們 如果我可以幫助的話 我是會幫助他們 如果我不幫助的話 我就是非常難受的 對 就是就是非常感謝 然後呢 我的姥姥 還有我在國內的爺爺奶奶他們呢 也是要快來加拿大 對就是也要出國要逃離中國 對 我就覺得非常感謝郭叔叔 就是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然後為我們就是揭秘真相 對謝謝 然後祝郭叔叔 還有各位戰友們 新年快樂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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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我們能來3C呢 非常感謝我是英雄節目組 但是我們來的這一路上 多多少少也遇到了坎坷 因為我們沒有美國的簽證 那我們在預約到美國簽證的時候呢 那一天正好趕上溫哥華加拿大下大學 我們的面簽就被取消了 所以當時我們知道這個信息的時候是極度的失望 然後 Helen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後我就鼓勵Helen 我說你再努力一下 跟大使館發一些郵件 說一說咱們此行的目的和這種渴望 爭取一下最後一次機會 結果Helen就連續發了兩天的郵件 結果還真正得到了大這個領事館的回饋 又把我們這個時間重新預約在1月4號 然後這中間又發生了一個小的序曲 1月4號我們去的時候 面簽的時候人家問 你們來美國的目的是什麼 還在說我們是來參加我是英雄的節目 然後當時領事館就說 那你能提供這個節目的邀請函嗎 當時我們是沒有準備的 當時面簽的面簽官沒有給我們通通過這個簽證 然後只是告訴我們你們回去準備材料 這個時候當我回到這個我們住地的時候 Helen就落淚了 就是他真的這次希望就以為是被破滅了 那麼可能我們再重新準備的時候 可能趕不上1月20號的這種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當時聯繫了青藤 青藤第一時間給我們送過來邀請函 我們再一次把材料遞到這個這個領事館 結果當天下午就收到了面簽通過的這個決定 所以我們一家順利的來到了 當我們收到這一刻的時候 我的內心是無力激動 我們一家三頭當天又去晚上慶祝了一下 就真的是當你面臨失望的那一刻是真的很痛苦 但是當喜悅來臨的那一刻 你又真的很幸福 所以感謝爆料革命 感謝所有為爆料革命付出的戰友 感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 先給七哥和全球的戰友們半年 然後呢 其實我講的那個經歷跟大家都很相似 就是我們這次首先我要非常感謝小航姐 首先我們參加了上一屆的我是英雄 當時其實是我自己要參加的 我現在是沒有參加也沒有7Race這個組合 然後是因為小航姐她看到我那個 我們當時是在我們先生的那個地下室的那個 音樂的製作室裡面 然後小航姐說 你們家是不是有人會打鼓還是彈琴 我說那是我先生 結果就是那樣的一個一瞬間的火花 然後7Race就誕生了 然後還沒想到我們竟然還能有幸成了十大英雄 然後這一次也是非常意外 本來是說來紐約參加我們盤石的這個前線抗議的 結果沒想到受到了邀請 然後就是很短的時間通知我們可以來參加這個演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驚喜 然後沒想到後來來了之後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就長島哥又給我們安排了驚喜去十八樓見了幾哥 然後真的就現在感覺是又夢幻又真實 然後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時間並不是特別久 也就是差不多快七年的時間 但是呢我是一直在聽爆料朋友 但是我先生他沒有 可是我就發現月庭七哥大直播發現七哥講的關於家庭啊 還有夫妻之間的感情啊 這些裡面都跟我們所相信的這一些是一致的 就是家属之間的這種愛這種互助這種支持這種包容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一起參加我是英雄這個事情 真的是趕進了我們的這個夫妻關係 因為兩個人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興趣愛好 就是我們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做音樂的時候 混發出來的那些火花 讓我們之間又發現了彼此的這個優點 然後呢當我們吵架的時候呢 又發現自己其實應該更多的包容給彼此 這樣子這個家庭才能真正的延續下去 那我的先生他其實我也非常的感謝他 因為他對我真的真的是非常包容 因為我是一個其實脾氣很不好的人 然後他還要容忍著我跟我的那些朋友們一起講這個中文 然後沒有翻譯然後他也聽不懂 他就一直坐在那裡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 然後另外就是要感謝這個3C大家庭裡面的每一個人 讓我感覺到了這種溫暖 真的是回家的感覺 這也是我覺得我人生過了最有意義的一個年 最不孤獨的一個年 最有愛的一個年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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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nk you to the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ound me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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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much you're very handsome you're very lucky you have a beautiful wife and you're seeing is the number two i was number one you english now is number two i'm number one so i'm very honored uh that's a joke uh you are very lucky you know the family i really honor you join us you know you show us chinese can go to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also i really enjoy watch you so lovely way we make me you know so comfortable because i look you really love her same this same with the family so that's why this the we are as like yesterday as we have that all the broadcasting show the world that new globally have a new nationality new family that's the pure blood no vaccinated family not a different color only one same thing we believe god we believe we are future and we are as pure blood family no white people no black people no yellow people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you know skin we are same thing believe god take down ccp and the pure blood that's a new family new country new world that's a we are future that's why today we are so enjoy this only us can see we are is a pure blood we are the pure future we own everything is best nobody see mass we form the god give we are good information make we are have a future and a safe family thank you sir coming thank you take care we wait you must be love her forever even you don't go to take you never come back a new federal state i guarantee you okay only one you need to protect her okay thank you 刚才这个艾伦这个爹艾伦这个娘艾伦讲的话我再要说一下 这个我是英雄这个节目啊唐平你看看威廉从开始到现在啊 他俩是一个创始人真的我还想说就我跟唐平见了面很多让我惊讶的就是没有的 他腿比我想象的细个子比我想象的高啊然后想年轻脸上还没有纸啊 然后超级漂亮但是能从唐平身上能看到极度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他这个他爸爸妈妈都在国内啊还在病危中啊 而且唐平的经历在这个他基本上等于从山洞里出来这么的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威廉王克儿子啊 但是我也在他脸上看到了一个很多中国女人没有的那种自信 他确实有料啊你看这导演他今天肯定是一堆的郁闷 这声音也不行那声音也不行这真不是他的事 这是牧主任的事跟他没关系 但是我们俩在说今天直播的时候他问我什么建议我就跟他说了 我们要有一个失去 上次我出关的时候我们有过去现在未来是吧 我给唐平说我说我们要谈谈失去 只有知道懂得失去的人你才会清醒觉醒 如果失去还不得了你清醒觉醒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任何希望 那你失去了咱现在得到了 得到什么新中国联邦给你的生命 然后咱从昨天到今天看到咱们下边那个五毛有多少看看啊 而且五毛发出的那个都是经过外宣布编辑 我看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出五毛这个骂我的那个感觉 而且盖特允许他骂 他有多伟大盖特允许他骂七哥这么多五毛 这个五毛发出的多少你知道 通过技术讲没有一万个五毛他都不可能达成效果 就什么意思呢我编辑好这东西我同时发你根本来不及三 就现在我去我去拿巴上这个大牛大牛肯定能挡住 他挡不住这个巴黎肯定为了挡住保护他的男人 他也能够活了住或者艾米丽啊作为一个这个叫伴娘啊 在旁边也能挡住 但是如果我有一千只手他就挡不住了 共产党就会玩这个啊就叫超限战 在五毛也超限战我给你弄一万个 我同时发你就删不了了 而且我有本事给他删掉我就不这么做 为什么任何一个长脑袋的人 你看五毛骂咱的词儿你去想想 他骂的咱如果是真的 那你就该骂 如果是假的你有辨别力你就知道这是共产党 他叫逆增上远 就他所有骂的词儿什么我们洗壁无技术 这是我骂必安的无技术无牌绕经营 这个王八蛋 咱们有什么技术爱之沛你都是了 是吧 郭文贵换衣服我都是小丑 你看七个有多帅 帅到这里就没有天地了都不好意思 我有时候让我自己别那么帅是吧 人家是都叛老啊 人生最怕什么怕病怕死怕老 七哥早把死放下了 这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吧 病我从来不觉得病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病你可以拿掉 心一念病就没了 我告诉他就说只要你认为没有病就是没有病 怕老七哥满头白发 是吧满脸胡子是完成了我小时候最想要的男人的沧桑感 我都不好意思洗脸现在越看自己儿时的梦想一日之间实现了 啊中国有几个这样的男人呢 咱还不抹什么护脸霜也不整容也不化妆 是吧 这么真实啊 对不对啊 不但如此你看下边五毛骂啊郭文贵的衣服咱那一激发人是啥样 只有咱自己穿上自己知道 还用这帮王八蛋说嘛 说当你相信别人说的话的时候 你将是你失去一切的 不管是好话坏话啊 当你纯相信别人说的话 你完全没有辨别能力说 你什么都会没有 这就是海伦这一代人永远要懂得的 就是从爆裂革命第一天说的 实真假变善恶 如果他爸现在告诉海伦 海伦啊旁边那块狗拉了个屎 那个东西比麻花好吃 海伦你可以相信那个狗屎比麻花好吃吗 爸爸你是错的 那是狗屎不可能比麻花好吃 妈妈说 哎女儿啊 这个面包不能吃 3C这个面包不能吃 这里边比狗屎还难吃 海伦应该说妈妈这是面包 这不是狗屎 这是个基本是人和出生的都应该有的差距 连出生都知道闻狗屎和吃面包 那你共产党用这么简单的招来骂 你要骂我 你把我真的指出点什么事 比如说郭文贵长太帅了 你们跟他被他骗了 郭文贵太强大 这种话你妈妈别人信 你说的对 是吧 那么刚才海伦的爸爸妈妈展示什么 我是英雄节目给大家的机会 没有放弃过 没有放弃才不会有失去 第二 相信爆料革命是得添注的 你要跟了那些路大脑袋 还有什么共产党的到哪都倒霉 中国人有过运气吗 谁说有运气告诉我 李元潮 王岐山 习近平 习近平他爹关十五年 当他面吃屎的时候 他那叫运气吗 他姐当他面自杀上吊 舌头用他话说 大落到下面来 那叫运气吗 习近平多次进去叫运气吗 你告诉我 中国人有一个有运气的 范明明有运气 是吧 范明明有运气 还有哪个明星有运气 你告诉我 是吧 没有运气 新中国联邦人 你看传几张战友出来的 所有人都运气 你自己去说 别相信我 还有一个就提到了一个 人呐 不要随便放弃的同时 还有一个 相信你自己做的事 你想想 海伦这次这个孩子 他人生中 如果被拒签来不了 他一辈子这个阴影 他除之不去 这个海伦的爸爸 爸爸妈妈真的是太棒了 不要让孩子放弃 到最后一分钟 你都告诉孩子 咱们要使 咱要使 这是最称职的爸爸妈妈 不能让孩子放弃 就不到最后一秒钟 你都不能放弃 而且Rica 真的是都本 你一定告诉 包括大牛即将有的 新中联邦的baby 第一个在他人生 教会叫不允许放弃 而且永远不能在恐惧前倒下 恐惧是一切的根源 再也不能有抱怨 我最怕的战友中的抱怨 生活中任何人 卡尔丽丝啊 瑞内啊 你告诉 任何不要抱怨 你这不行 那不行 你记住 这个世界上一切灾难 来自于抱怨 我老说 我说菲菲什么都完美 菲菲就爱抱怨 现在菲菲一句也没了 哎呀温柔到 就是吓人了 现在已经 我都不知道她老公 能不能适应她 现在这个状态 原来菲菲干嘛 哎呀我累死了 哎呀太累了 哎呀我说 菲菲你怎么都不抱怨呢 你可以不累啊 对不对 就是海伦这样的孩子 所有人记住 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你干啥自己自愿的 不要放弃 不要恐惧 你想想 这个人在社会上是啥样子 海伦他爹 绝对是个爷们 我看了海伦长那么高 我想他爹 他怎么比他爹高啊 后来我发现 他爹跟我一样 是过去家庭贫穷 饿得没长起来 所以海伦给长起来了 我俩属于都是共产党受害者 饥饿导致个矮 但是我们样子 还都是很好看的嘛 海伦和我的 他爹的样子 跟我你看这多帅 是不是 我们是被憋回去了 但是呢 孩子给长出来了 另外就海伦妈妈 我看出真是个善良 就特别像我娘 就是把孩子 我娘对孩子的保护 就我出门 怕我摔着那种 就天天就这么担心 但是没必要的 他给了我自由 我告诉海伦他爸他妈 我最感激我父母让我走出去 包括我不上学 包括我当时不参加他那个工作接班 包括我和你七嫂回家 我娘那是 你领回来谁他都是他儿媳妇 而且我娘就是 你这一辈子感觉清智不好 那我娘真的把我给剁了 我要让你七嫂不高兴 那我娘让我一万个不高兴 就是我没见过天下像我娘这样当婆婆的 你没见过他对你七嫂子的爱 他亲妈也没有 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就我旁边出个媒妇 我娘就开始过来了 哎 你别说儿子啊 我告诉老七啊 你别想外门啊 你敢有啥事 你娘非把你死给你前面 我一头就撞死 哎呦 我娘醒醒醒 出来个女的 我娘就是警告我半天 只要你有乱事我就一头撞死去 你说我娘从来就这样 我一出国就说了 你到外国那外国那美女 我就知道你到哪去都招人啊 你敢有点啥事回来 我一头就撞死 我娘放心放心 不会的 是吧 我娘就是这样 那看到了今天 真的最有代表小太阳的孩子 你说他唱歌的时候 一个小孩唱到我 真的是发抖 因为他刚来 小太阳上去的歌 他孩子唱错了 他停下来 我再唱一遍 哇 我觉得这个孩子 就这两天成长 有泪 有情 你知道我那天唱完以后 国内战友怎么说 我知道唐平相当不同意 唐平在旁边一定咧嘴 他心里一定以为我唱得不好 但是七个被最评价 包括你们这小嗨人 小太阳 所有人国内说 我唱得最好 我唱得最好 说唐平唱得最专业 Q妹唱得也是最专业 小嗨人 小太阳 小范茄 包括我们的青藤啊 佳佳呀 都很好 但是七个唱最好 他说为什么 七个唱的 情感表达最好的 我这不是不要脸啊 发自内心的 转达战友的声音啊 为什么我这个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啊 还能不要脸到如此之广泛 全国人民都要接受我这个不要脸 因为我真实 就这么简单 就小太阳就给了我 他就是 我看到了那个真实 他唱出来 那个眼泪 那个动作 那孩子 十几岁 一个十四十五的孩子 旁边翻起的那种感动 台湾人被压迫 那种感动 骨子里边的家庭 哇 那个感觉真的是 你看那几个外国人 唐平超级出白的几个外国人啊 我觉得他们这算很好 但也很了不起 但是他没有我们这种成分 没有我们这东西 我们这东西最伟大的 这一次就是 我是英雄的节目 真情 真意 而是放下恐惧 而且我们面临了 无数这个世界上的悲剧之后 发出世界上最强的声音 后来当然了 现场 现场发币这件事情 这五毛老不高兴了 是吧 如果咱提前发币 你知道什么结果吗 大牛 共同党说 你不是花钱买来的吗 你得这么骂咱 你们都是为了钱吗 就现场 就那天 就唐平傻乎乎的就过来了 哎 七哥 这币还没发呢 这两千个币 咱第一次 哎 我说什么 我不知道啊 我说没发 我那发了吧 结果唐平 你这 这蹬鼻子上脸 七哥 那这钱还没发呢 唐平 唐平为了他这些 争取利益啊 不齐代价 临场敲诈 是吧 我赶快找常总哥 我说常总哥说现场那给他发了 发多少 想想 我说咱让共产党不高兴吗 不是今天 就多发点 发少了 共产党就觉得你们才发几个币吗 你发几个 你有啥了不起吗 我说他发多少 让他瘆得慌 五百一个人币 我们发五百 这都不是我安排的 唐平也没人设计 常总哥没人设计 然后呢 最后决定现场的啊 木木 小小 所有的每个现场人 不阿甘 阿甘从来没有一个币的啊 GG 昨天都是五百个币 五百个币啊 木木 阿甘 GG都是五百个币啊 跟你们一样 跟这歌手一样 因为太辛苦了 其他人三百个币 马上已经 应该是今天付完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全到 我是英雄剧主 你看 铁销主一个人给发一千个币 然后唐平一千个币 常总哥也一千个币 然后呢 给剧主又给了几千个币 就是所有的帮助 我是英雄剧主 做视频 大家又给了几千个币 你这坏了 你这发生啥事 兄弟姐妹们 海伦他爹娘 你知道这就是厉害 共产党内部 咱七个掌握 他们一切的王八毒 共产党啊 如果我说的不对 你最好找人出来 来揭穿我 如果我说的 你不揭穿 我就等于我说的都是对 有本事你来 别骂 是吧 咱上视频上来 共产党内部报告 说当时 说保证的 所谓他们 节目单都拿到了 节目单拿到了 海伦来不了 小太阳 现场也不会出现 就现场这几个人 不会出现的 都会 他们不知道哪来的情报 第二 现场直播不成 咱也给他黑黑掉 第四 发出恐惧 郭文贵 现场也不会出现 我今天现在告诉你们 我给你们今天说 在之前一分钟 我没有任何人知道 你可以问咱们保镖队伍 王彦平 你七少没个人知道的 我在跟你们在十八楼见面的 前大概二十分钟 当地政府告诉我说 你绝对不能见他们 这些人当中对你有极不安全分子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当时放下电话的时候 我知道了 我想了想坏了 十一点了 就十点五十 二十分钟 十分钟就到了 好了老天爷帮我呀 长岛哥竟然带着你们 卡尔利斯瑞内上十八楼 嗨了你们 你们晚了 老天爷多好 你们晚了 不是谁点 我非常讨厌晚 但那天你们就晚了 我就开始转了 我听不听了 我想我告诉你们不来了 啥原因 七哥害怕了 我要是说让你们来 人家说了 一切后果你负责任 然后他们不建议保镖在十八楼 因为他们不想负责责任 那意思 杀手就在我楼上楼下 就在这些战友当中 从二十七个变成了三十五个 我在想 这些人谁是杀手呢 小海岚没有举刀之力呀 是吧 还有小太阳啊 还有那个归零啊 是吧 归零的老公是外国人啊 是吧 我就想 Holly呀 挨个旅 我能想战友 你看看 威廉来自澳大利亚 猫本 然后郑青是来自台湾 我想坏了 郑青可能是杀手 在台湾来的 真的 我真想了 我想郑青那样咋想 不要跟杀手 后来我突然坏了 郑青女朋友 说临场要来 郑青女朋友 哎呀我这可能就是突然来的 就是你每个都怀疑 院后发现都不香 我这时候我真的我上我老娘那块上了不就香 我老娘我现在遇到难处了 老爹 我到这儿见还不见 给我个明示 我看着那个香 17分钟烧完 香是28分钟烧到快完的时候 我给你们打量 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取消 如果今天真来了杀手 我说我还想跟杀手谈一谈 不可以 所以那天在18楼真的很难 因为我面临的是一个恐惧 还更重要的事情是个责任的问题 我对爆料革命战友都得有责任的 我选择了 我没有 你看我见你们 我没有半点不信任任何人 一起吃一起喝 是吧 然后就到了办公室 我也没有 大家咱们整个一下午在那拍眼 那好了 到了第二天直播 又来了 最高的领导 包括最牛的人 包括内部情报 内部啊 你说当时我是很傻眼的 他们说 七哥我们今天管黑客的人 内部的战友说 我们今天没有接到黑客你们的任务 我当时咯噔一下 为啥 这三件事同时发生不可能 一个 不黑客咱 第二个 这块当地政府警告我说 现场绝对危险 你不能到现场 第三个 咱们自己的安保就认为 那个楼里边发生很多事情 让他们不正常 特别我们楼发现很多异常的中国人 在那转动 我说我拜托你们 一一不要告诉任何人 是吧 你让任何人知道 对我家人 他们讲都会很害怕 那时候郭美还正在 就是人家可能是对郭美 现场布置陷阱 然后再有杀手 然后这事你肯定搞不成 哇塞 这种情况下 我本来是一点钟到18楼 大家记得吧 都记得吧 你们到现场都知道 是吧 我说好一点钟到 我是三点钟来到的 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我说我必须到现场 大家我就这么到现场了 然后给你们玩到 第二天凌晨2点40 你知道那个安保团 那另外一步是什么 是早上6点钟去 郭美那个diposition去准备 因为他们担心郭美有事 你知道吗 安全的问题 然后人家就到现场过来 你看人家到2点50 我才离开 长脑哥才叫我 兄弟姐妹们 今天你们站在这里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那天直播 不像今天那么乱 今天 我这说话 这会很安静 我发现 也没砸音了 这麦克风也有情绪 那天直播如此顺利 现场大家如此活跃 上楼上还抽雪茄 突然间倒下一人 我正在这块 一扭头 一个文飞光机撂平了 包括当时你知道 对我害怕是什么吗 你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不是酒的问题 我担心是他被共产党下毒了 我告诉你们 我见过共产党 给我展示过那个照片 还有那个视频啊 杀人的 那你们没有见过 我是很多人见过 就那个无声的那个弩 那个弩啊 就是一个筒状的弩 能放几十只和上百只的 能射出几百米 就像大象 就过去 大象都撂倒 那个弩就杀人 是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的 他们展示的时候 人就剑已经身上好几剑从身体过去了 这个人还走呢 那个血流的 他自己怎么流血了 不知道咋回事啊 怎么流血了呀 然后啪倒下死了 这共产党杀人的招啊 不会像你想象的好利物电影 炸弹 然后慢镜头 啊啊啊 然后抓住对方 然后救走了 耗住领子 不是那个概念 你知道已经结束了 然后咱们楼上不是想着放几个炸弹 然后汽个喝水 放点什么毒药 那都是你太低级了 共产党有一万种办法 所以那天你看我 我所有战友的给我拿吃的喝 我都吃 哇他们都傻了 猫叫你不能这样 你他没事吧 我说我必须这样 是吧 然后那个巍巍的老公傻乎乎的 就突然间半夜找我前面来 你能害怕吗 我心里话这个傻子 我害怕能站在这吗 我害怕还叫过分规模 在我人生里从来没有害怕 没有害羞 今天在希望这个栏目里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不失去 你真的知道你得到了什么 还有希望的话 包括现场的唐平 还有长脑哥 还有牧主任 所有的我们在现场的工作组 所有兄弟姐妹们 任何一个人 看我直播的爆料兄弟姐妹们 首先前调 你想有希望 你想不失去 你想得到 你应该有一个基本人类的勇气 我过去的四天 我但凡有任何一次放弃 和任何一丝的恐惧 不可能有这次完美的比赛 我是英雄节目 和今天的那天直播 那海伦他爹刚才说的时候 你都在想什么 海伦跟他爹跟他妈远舍万里 几次拒签 海伦来了 18楼没去 3C没齐哥 他是多么的失望 还有一个来了 三十几个全国的战友 像郑青 Tina 猫本 威廉 我们所有没见过战友 那么远来的 他们是多么的失望 剩下回去以后 七哥这么不安全 我们这么不安全 这可能灭得了共吗 后果不堪设想 我在爹的歌当中 我父亲传给我的勇敢是8964 真的成就了今天 我要传给大家恐惧 那就会一直下去 今天所以小九若 我七哥告诉你 如果你不相信七哥 你别忽悠你自己 如果相信七哥 人生没有生没有死 我展示给你了 人生地球就灵魂的一次旅程 这个旅程当中 大家都会死掉 都会去下一个旅程 但绝对是不生不灭 人生灵魂不会死的 我有太多亲身经历 清风看着说 我看到被枪毙的人 我跟你们说 我多次我感受到这些人回来了 我感受到我身体的温暖 我半夜的就是 就感受到他们回来了 然后就是跟我有对话的感觉 我就从看书所里边那个大炕上 我就下来 就到地上我就磕头 磕头我就在那里面念的 有啥话给我说 我就是受过这种启示 我相信人是不生不灭的灵魂 我才走到了今天 我不恐惧不是壮胆 不是半夜走黑道吹口哨 给我壮胆 是我亲身的经历 就像现场最小的 小太阳这孩子 我最希望这些孩子们身上 能不用面对流血 他们就可以没有这种恐惧 今天这个直播的希望 这个太好了 如果想拥有希望 无论是咱们多大 还有我们的孩子 你真的要知道有正义感 不能说假话 那五毛骂我的 你骂我 你别骂那么假 你骂那么假 就是帮助我了 第二个做人 真的不老想到我 什么都是我 不要能想到 什么都是得到是好事 得到包括疾病 你也得到病了 那也是得到 灾难 车祸 都是因为得的得的 你就忘了 啥都来了 不要惧怕失去 失去的有疾病 失去的也有灾难 失去的也有愤恨 从失去中找到你想要的 没有失去 多了什么都是灾 有失有得 才才是人生 我们才拥有希望啊 就今天直播一开始 这种乱糟糟的 你看看麦克风 整个台湾大牛的麦克风 乱七八糟 啥也听不清 这一会儿突然就安静了 是吧 我估计是睡醒了 现在长脑哥 唐平一直在睡醒状态 刚才不好了吗 你面对了刚才 不就过去就好了吗 唐平给我打电话说 七哥这个让我 对着摄像头 不看着啥 我不可以 我等着 这就是人生啊 兄弟姐妹们 我今天说到这的时候 三个节目已经说完了 到十二点 这个节目已经完了 我衷心的祝愿 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战友们 你们真正的能理解 新中国联邦 你们真正的知道 爱的力量 我希望你们 真的能相信 轮回报应 而且你们 如果不相信 能消灭共产党 千万别浪费时间 因为那对你将 未来无穷无尽的折磨 因为你不相信 消灭共产党 而我们是想消灭共产党 那多难呢 在一起 现在 我们一起 是不是需要祈福了 牧牧 是不是要开始祈福了 是不是 牧牧 还有好多连线呢 哦天哪 那好 我以为是 最后一次连线 你这么忽悠我吗 哎呀 所以说 这叫希望是吧 这就是你的主题 叫希望 还有很多连线 哎呀我的妈呀 你那时候我说那么早 干嘛呢 我把这 最后节目都说完了呀 开始吧 继续 谢谢 哎呀 哎呀 请客好 威廉好 太好了 这是帅哥群啊 这个事啊 好好好 请请请 主持人 威廉你先说呀 对 在前面一回呢 咱们七哥 讲述了这个人类的危机时刻 特别是在黑暗的这三年当中啊 每一个深陷 共产党残酷统治的家庭都经历着 经济恐惧和绝望当中呢 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财富 还有生命 包括自己的亲人们 老百姓就是这样 连同中共自己啊 所拥有的一切也在 也在这个渐渐的被蚕食 直到被消灭 然后呢 我们又进到了得到这个环节啊 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像小海乐啊 他们三家人 然后这么多的战友 在爆料革命 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反而得到了良多 不管是从这个眼界 说到这个喜闭啊 我们这个环节主要谈得到 谈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经济方面啊 所以说想让这个各位战友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拜个年啊 来风雨之状 好 各位全球的战友们好 给七哥拜年 也给全球战友们拜年 这个先来一段啊 这个人靠衣服马靠安 发行当属 记载前 心怀希望同风雨 2023 咱们灭过年 好 非常感谢风雨之状 来 KPC 宣凯 请 我在这里 我是台湾农场的KPC 我在这里 借这个机会 向七哥 还有全球的战友 拜个年 我们期待 明年 我们不需要再谈共产党 谢谢 嗯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现在轮到我们3C啊 从这个正清开始吧 七哥好 全球战友们大家好 新年 正清在这里 祝大家 2023 农历兔年 洗碟 躺平碧 拿到醋 谢谢 好 请继续 七哥好 各位全球战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Tina 很高兴能在这个新年 跟大家一起在 3C办公室 在线上 跟大家一起团圆 祝大家这个未来 兔年吉祥 万事如意 谢谢 大家好 七哥好 各位战友们 新年快乐 我希望大家 新的一年 大展红兔 然后我们的洗地的事业 突飞猛进 然后七哥身体好好的 七嫂也好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 紧张到忘记介绍自己啊 各位战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立番组 磐石农场的 七里香 7ounce 我很高兴地能来到 这个3C现场 能跟大家一起 宽度这个春节 我先祝大家 包括七哥 以及战友们 所有的家人们 在国内的所有的 隐蔽战线的战友们 新春快乐 兔年吉祥 共产党尾巴 就像兔子一样 尾巴一样短 我们马上就能看到 共产党被消灭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的洗衣币 我们的躺屏币的价值 一定能很快得到提升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哇 那说到这个洗衣币 躺屏币啊 我听说最近有很多好消息 好像今天 是不是就有一个好消息啊 七哥 威廉 第一个就是要好消息啊 刚才所有人都报名了 大家都知道 现场 3C战场 穿着佛系夹克的 戴眼镜的那个美女 叫文莫 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他老婆介绍自己 这个文莫也是嫁了一个 印度的外国人啊 还有那天现场的 我们归零都嫁给外国人了 这个今天刚才 威廉 你问到 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大家最注意 就是我们威廉王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展示了 整个洗衣币的一个历史 大家在国内 年轻人当中 超级流行 我很惊吓他们看这个节目 而且是很多年轻当中 有专门搬砖的 有搬砖的 就是关于你这个节目 但是都说的是很多好消息 实际上我们大家要 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啊 投资 什么叫投资 我说过 投资和投机的差距 投资 投机 下个就叫什么 赌博 你看所有 大家很多人啊 你看那个五毛下面骂的时候 哎 你们的B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他把所有的G系列 都当成赌博来看待 就是进就是出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 有易珠宝啊 什么什么 所有的这个爆雷的诈骗案 几乎是层出不穷 就多到现在 你都无法想象 每个县 每个市 每天都有 在我山东老家 就过去一年里边 出现有上百个 所谓集资诈骗案 那你想全国是多少啊 几百万吧 诈骗的人一点都不可恨 我可以告诉你 最可恨你被诈骗的人 而且很多人是从一珠宝骗完 栽上下一个宝什么宝宝宝 一辈子都被宝骗 你看看七哥 我最好的例子 我的一生当中 我不买股票 我从来不投机 我甚至我对投资 整个的逻辑 我从来不问的 都告诉我 七哥从来不听这些 因为凡是讲出 投资技巧的人 都是工具 而这些人 都是给那些金融 所谓的杠杆的设计者打工的 华尔街的每个故事 你们都可以看一看 都已经被拍成了电影 无数个 摩根的故事 雷曼的故事 还有过去几大基金故事 包括大严妹的故事 所有的背后 无非是都是一个规则 贪婪者 无知者 相信了别人编造的谎言 那非常 最快的回报 最高的回报 一定是最高的风险 甚至最有可能是骗局 数据上几个大的诈骗案的几个主角 我几乎没有 像是摩道夫 是吧 就在咱们大使博物馆对面 很多年前我都认识这个人 我说这个王不但百分之百是骗子 我那时候在纽约说他是骗子 多危险 你知道我被干死的 那他能出现跟神一样啊 我最简单的道理 是吧 我摩道夫编的故事 你的企业在哪呢 你的回报在哪呢 哪来的呀 我得知道啊 对吧 所以说你像这个币 我为啥 我岂哥敢对着镜头喊 全世界 我说比特币一定会消失 从几千块钱 我说一定会到几万块钱 甚至十万块钱 结果我说完 他就到达了六万块钱 而且我说一定会跌 他跌没跌 你觉得我是懵的啊 你觉得我是懵的吗 我们的文末 嫁给了这个印度人 在印度你问我有多少人 投资界把我 把我照片挂墙上供着 他说我就是在世的大黑啊 啥叫大黑你知道吗 日本的大黑就是财神 让你赌博赚钱的 买彩票赚钱的 他说我是在世的大黑之神 因为他跟着我买了比特币 全赚大钱了 而且跟着我在币安里边 提前把套现的钱全拿走了 跟着我 LUNA没赔钱 LUNA第一天出来 记得把战友问我 我说LUNA绝对没 零 现在在 数字货币只有两个币 USDT太达币 它是一比一 他说的 还有USDC 是吧 是BlackRock 剩下全是假的 包括以太币全假的 都是假的 以太币支撑他是什么 以太币是因为他自己的链 就是这个链是人家的 是吧 人家玩这个 其他都是假的 他撒毁 可能 有机会不死 但他得经过改名 改爹改娘 改主人以后才能活 否则他绝对活不下去 因为他有几个问题 原罪 犯罪 洗钱 盖特现在只给工作 寄现金 直播寄现金 只给在盖特上直播的人 给你现金 现在就对象 这就叫躺平币 是吧 你买不着 但是你的东西都会被人家买 你对象了机飞卡 谁给你这积分卡啊 谁给你这现金卡啊 威廉对吧 那不就是现金吗 背后有买家吗 买家就是盖特投资者 如果你要听七哥的 千万别傻乎乎的把他币给 那个币 这个币我再告诉你 威廉你要再解释当中 他是不销毁的 很多币是 他用一次 比如说我给你了 你买完卡直接就销毁了 这是不销毁的 他还存在 他换上积分卡 他又回到了盖特 所以一直在转当中 对共产党来讲 兔年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不叫兔飞猛进 刚才文文还在发兔财 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真正的 从今天开始起 战友们 任何人 就像我们战友 很多人问我一样 包括上次在直播当中 开会当中 我在那个奥喜 在问我 有战友 说七哥 什么情况下 让解决咱们很困难的战友 一共 那你现在直播 做节目 这个谁也操纵不了 有人给你打赏 就是钱 马上可以提现 大家有本事 这就是最好的消息 同时 未来 他会上公链 就全球的工链 什么都可以买 比如说你回来了 我不去换机会卡 我到工链上去卖去 他跟 就刚才这五毛在下面说 啊什么什么 孙子 如果这些五毛们 你把你八本祖宗加一起 能摸到国贵的屁 那就是你祖宗烧了高厢了 就我当时在赵家沟 我在西草营混江湖 吃过的饭 享受过的生活 你这一生中都是不可能的 啊 我所有 七哥见识过的 我在非洲酒店里面躺着 啊 过来给我送花的美女 蓝金黄我 郭文贵的 你这一辈子你都碰不着 啊 你就甭说是啥了 这就是盖特逼牛在那 我会让共产党内部 所有的 你所谓的 啊 信奉共产党的 你不干任何事情 你不用他当五毛 你只要上我盖特来 我就让你得五块 五十块 五百块 五毛们 听着 听着郭文贵你大爷跟你说的话 你不信你来试试 这好消息吧 威廉 大过年了 我到现在没听到掌声啊 必须得热烈啊 谢谢 那你想问您一下 这个 您说直播基金钱 那有很多 您看这个很困难的 墙内在有啊 它是不能露脸的啊 但是像咱们比如说 转发呀 点赞呢 评论呢 和把它分享出去 这个会不会 也可以获得一些躺平B呢 盖特都有 这功能全部都有 都可以获得 答案是 Yes 哇塞 这回 这个我就不用这么辛苦的说 哎 大家请点赞 订阅 分享啊 这回大家就可以自觉了 因为只要你动动手啊 七哥说的 使用及金钱 哇 这回真的是 大家没想到吧 这么快就上线了啊 然后我也想 请在座的这个嘉宾们啊 有没有什么想问七哥的 富贵之中 七哥好啊 这个盖特币上线 和这个HP的这个推广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他们两个应该是两个还是不同的系统 对吧 在两个不同的系统当中 他们之间怎么能够互补啊 或者是怎么能够这个 转起来这种感觉啊 哥再给说一说 风中今天一副泰式爷的打拍啊 这很好 这个也很帅啊 这个帅 关键不当钱 你知道吗 最多你找 被人包养 也钱很少 你知道吗 帅不值钱 还要行动 你知道风中啊 现在你问的问题非常好 HP 推广HP 比帅值钱 比帅实际 HP 未来盖特 不是 不管是盖特 HP未来是全人类 所有的币都接受 它一定会是数字货币的 我称为它叫鬼影之神 啥叫鬼影之神 你知道它存在 但你摸不着它 你知道它存在 你左右不着它的去向 你也知道 如果它和你 与你为伴 你将没有黑夜 如果你和它为朋友 你人间没有任何秘密 更不会再有剥削 为什么叫影不叫佛呢 就是要影呢 世界上所有人存在 就是因为你有影子 你活着 那个影子就是你 你什么都得得到 你得不到你的影子 影子是在光和阳光的条件下 有影子 而这个影子就是你自己 永远跟着你 只要你活着 我们是鬼 就是大家说的神秘莫测 而且是绝对这个是善鬼 专门斗那邪恶的 人类上最不需要的是什么 知道吗 最不需要就是中介 现在有了网络了 谁还需要妈咪啊 都是傻的老人家 才去找妈咪 通过妈咪 是吧 现在未来最不需要人类 就是银行啊 再为人类就不需要政府啊 政府是最王八蛋的 人类上 三万年来 最很长时间 是不需要政府的 人类你觉得没有政府了 就互相残杀吗 是不可能的 是只能互相的爱 政府在世界上 只有两件事 分配财富 保卫所谓提供安全 但是记住 你像在美国西方 享受的这个民主法制 你要付50% 像意大利 法国75的税收 如果我说了算 当然新农联邦未来 肯定是咱们这么做 一分税收没有的政府 你才能存在 就像今天新农联邦 咱有收税吗 没有 是吧 那么这个I之配 就让你一个 完全合法 合规 简单 无成本的 享受你的财富和生产力 所有的币 未来 数字货币 法币 你只要愿意上 都上 当然包括盖特币了 Gnews的未来的打赏 都会变成盖特币啊 你一样 上Gnews一样 就未来这个 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 这一点记住 当你被控制的时候 你找我 我负责任 而I之配 是绝对的是 看不到鬼影之外 叫无影 我叫鬼影 然后就是无影 现在各国的监控法规 很多国家都说 哎呀 马尔斯你的HP需要执照 你知道我跟每个人 你知道我看着他们 我就觉得他们是什么 就猪狗不如啊 他不知道都打了三十人 他都死了 我说我估计你活不到 我申请执照那天了 我说如果我没有执照呢 告诉我 我没有执照 你怎么着我 我没有知道 你怎么着我 风中你能告诉我们 威廉 轩凯 他没有执照 他没有执照 他能怎么着我们 你告诉我 谁能有答案 郑晴 对呀 你有什么办法吧 对吧 这就是七个的人 我跟你七少没结婚 没拿结婚的时候 我过了三十几年 怎么着 每次代表孙生都就说 你结婚了吗 我说没有 有结婚证吗 互补的 是吧 就这么简单 你觉得我跟你七早的 俺俩不能上床吗 不幸福吗 是吧 没有比你七早的爱我 没有我让你笑 对吧 你只要爱 你不需要第三者来证明 我每次要拿个结婚证 说我结婚了 是吧 去你大爷来的 老子拿炸药包 混来的媳妇 还是他愿意跟我走的 你谁管得着啊 爱吃配在于 我告诉那些老杂毛们 我说你们活不到 看到爱吃配 伟大的时候 很可惜 就像我们不打疫苗 谁批准我们了 没人批准 我自己相信 未来在技术上 只要你黑不掉我 你不把卫星光打下来 有人的地方就有爱吃配 你可以把任何你家的狗屎 猫屎 你把你家的神仙 祖宗 伯伯的各种的都可以放到爱吃配上作为交易 它不仅仅是爱吃配 它是OTC 商业交易 点到点 每个人拥有爱吃配者 未来你将拥有你所有的银行 所有的基金 所有的投资 所有的货币 而且你不用相信我 你也不用听我的 是吧 威廉最相信唐平 你俩把那床都整睡好几个 你俩商量爱发展 按自算 按天算都可以 是吧 风中 你就别跟草哥小哥老PK了 你就自己 跟你自己弄点钱去吧 你在这个上面 能挣到钱 才是你的真本事 你跟谁PK也不会有钱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爱吃配多么 当然报复盖特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没想到 这个都能够始终的 把它贯通的成为一个闭环 真的是 七哥之前的设计 现在一步一步实现 在我们之前 只看到了一小部分 可能觉得都是零零散散的 但是呢 被七哥编织起来之后 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布局 来这个KVC 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我 感谢 威廉王 我刚刚 本来想问的就是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国界 这个概念的时候 结果 七哥已经把它讲出来了 因为当时我在解释 这个东西 跟我的孩子谈的时候 谈这个 HP它对我们 会产生什么样的事件 我发现我的钱 可以从原有的 有形资产 进入到天空 我把它放到天空以后 我就像有了 翅膀的一个人一样 我就可以去哪里都可以了 所以我发现这个东西很好的时候 我就教导我的孩子 我说你 我们概念重新要改变 我们不能够再跟以前一样 所以我是很感激 HP这个概念的出现 因为我让我跟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变成了 在同一个阵线上面 往未来走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伟大的 你没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年代能够让我们 共同的往这个方向去 而HP是一个很实际 在你手上掌握了财富的东西 很多东西你讲的都是虚幻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实际的 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说 将来如果没有错 很可能七哥会发展到 那个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就是有很多国家 其实不应该拥有独裁 不应该拥有强而有力的 那个独特的 这个自由的那个权利 他应该还退一名 因为当我们有了HP以后 我们去哪里都可以 没有人锁得住我们啊 所以这个概念有了 我就跟孩子说 好你现在接下来就是语言 你的语言要建立 你未来对科技的认识 一定要建立 所以我就在短短 我这两年时间 我孩子从加拿大回来 我太太从台湾回来 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规划我们的未来 我们未来不一定要跟着 以前的路走 我们应该走七哥谈出来 未来他应该去哪里 我们就念那个科技 我们往那地方走 我大女人念 就后来决定念这个生物科学 因为我们知道 接下来配他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地方 我大儿子就决定 要去念这个computer science 他知道computer science 未来就是读AI的东西 他有了方向 所以我很感激 HP这个概念 让我跟我的孩子建立很强的那个bonding 所以我谢谢 我谢谢 我谢谢七哥 那我 我这个东西 能到今天来是带着我去年 同样是春季 我跟我的大儿子 大女儿一起在看七哥的节目 当时我 我的 我孩子都说 阿爸 你什么时候上学 我就想比较好 感激归感激 我们看到七哥一个人在奋斗 我能讲话 我也不怕 人不生不灭 一生那几千天的日子 我应该可以好好规划 留下很好的记忆 跟我的孩子 跟战友 跟我自己说 我有做到一些事 那我该走的时候 我走应该完全没有遗憾 所以我也不怕什么 什么 伪类 我完全没有那个概念 我就进来 谢谢 你说到这儿 这个宣凯 让我太感动了 你长太帅 我真不知道你说大儿二 我看着你 真像三十岁一样 说实话 看着你比威廉还年轻呢 威廉几十天 你这么老 我还有一年 还有一年我就五十了 真的不像 真的不像 我跟你讲 这昨天晚上 就是一个 国内的一个 咱们很好的 一个大学的副校长 他这个 父亲 母亲 姐姐 在一周内 相继失去 在这之前 他经常给我写 这建议 那建议 后来就是 从建议 就变成了 一个 就给我 问很多答案 就请求我的建议 现在就向我来 参愧来了 他现在一定来看直播 他是个很牛的人 在美国读书 孩子待在国外 他是为了照顾家人回去 我曾经在几年前告诉他 我说你离开那个地方 你不离开 你将失去一切 结果他 失去家人的第二周 组织找他谈话 所以告诉你个 来问问你来了 颠了几兜水果 是吧 领导说 来了两三个人 纪委的 还有党委的 说你啊 孩子在国外 让他们回来吧 他为什么 他是因为 党要提拔你 一把手 他是学整个物理科学 世界级的 党要提拔 孩子也回来 孩子不会回来 都在国外的安家 美国护照 组织的要求 他怎么说 我不会让孩子回来 他说 这个环境 不是个孩子 然后聊半天 人家说什么 你跟你孩子聊天 组织都掌握 而且你跟那个 反党 反国的郭文贵 那个所谓的 爆料革命 诈骗集团 邪教集团 跟他们有联络 实际上 你已经被扁空了 你的资产 也被查封了 现在组织决定 必须要求 你孩子回来 如果不回来 组织将采取一切办法 这位战友 在看直播 我说的 有没有错 他暴怒啊 我要 当然了 他炸火半天 如绑极之力 就像北大校长 骂了半天 喝酒说 最多说 你来抓我呀 我咬死你 咬死人家 共产党 你能咬得死吗 是吧 人家说 你的呐喊 你的声音都听到了 从现在起 两周内 你不能再出门了 门口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保卫 还好 家里现在通信没断 但愿是你在看完这个直播 他向我一个哀求是 七哥能不能让我的父母姐姐 深爱的把他的骨灰 他也买不起现在什么墓地什么的 到国外 有一天埋在就是新中国联邦的地盘上 我新中国联邦的地盘未来在天空中 不会在陆地上 不会在星球 我们五年之后 新中国联邦所有的家人 包括我父母 我一定会把他们的骨灰 送到了地球之外去 而且是永久免费的 那里是永恒的 我们会发射所有的这个渠道 我们会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十年前的规划 我觉得这个肮脏的人间和地球上 不配拥有我们这些伟大智慧善良正义的人们 我所有的亲人 百年后都会上外面去 包括我们战友的家人谁愿意 新中国联邦这样充得免费 所有的家人骨灰都到外面去 直接就发到太空去直接走了 我觉得可以跟他的灵魂永生相伴 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规划这个问题 这无政府主义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都是奴隶 只是高级点中级点低点奴隶 我们的姓他们说了算 我们的生和死他们说了算 我们像在加拿大上街抗议 都要把你卡给你停了 我从小实际上七哥 行走江湖反的就是极权独裁 反的就是对人类的压迫 所有我的行为结果 包括婚姻这种束缚传统的东西 我统统不喜欢 而且不但不喜欢我要打破他 打破了谁都会打破 一个罐子砸烂很容易 佛教教给我 能打破能建立 你才是善待四方 能普罗大众 能把慈悲传给整个人间 那才了不起 所以说我认为最大的慈悲心 就是拯救人的灵魂 让人知道人是真的不生不灭的 绝对灵魂是不生灭的 第二不要被恐惧下到 第三个地球就是我们一战 扯球弹的是吧 老子在这活得不好就要发生 你不复战就干 对吧 既有现实法也有未来法 然后再不行 你们的银行欺负我们就搞个挨支配 搞洗币 我们还有他想象不到的币出来 吓死他妈孙子 我看五毛说 这币没来那币没来 谢谢 OK 那么请我们3C现场来讲一讲 来正经 好 在新年收到新中国联邦带来的一个又一个好消息 就是让我们感慨良多 数字货币 躺平币 盖特币 洗币 捍卫了我们的财富自由 我们的盖特 社交媒体捍卫了我的言论自由 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两个核武器 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 它本来是应该捍卫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和财富 但是像CCP这种极权政府 现在要把这两个核武器 牢牢的攥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说不 我们要把这两个核武器 发给我们每一位战友 发给我们每一位同胞 让我们一同去双剑合并 捍卫我们作为人的尊严 作为人的自由 那我们上半场也即将到一个段落 那但是相信我们3C现场 我们的嘉宾们一定有非常多 非常多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那不知道在我旁边的Tina 和莫大家有没有什么 最后在我们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 想和大家分享 想和七哥分享的呢 七哥我的骨灰我要上台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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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下 七哥好 我想就是想请问一个问题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是我们发现现在 我跟很多就是Jimmy 这次来的25岁的艺人 进行过交流 然后也跟小飞侠等战友 进行过交流 现在我们发现就是 音乐界出现的就是一种中介的现象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音乐 包括七哥的歌上线之后 都会被那个就是中介机构 比如苹果的那个iTunes 他们就会有打压 但是如果咱们有一个 更好的支付平台 我们能跟艺人 能够直接跟他点对点的支付 比如说购买他的音乐 像未来我们有这种区块链 有了盖特配 有了有H配 盖特币之后 那我们未来 这整个音乐世界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这个整个我们这个H配 盖特配对 未来我们自由音乐创作 捍卫自由的这个人的音乐 这样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请下了七哥 谢谢 好谢谢啊 这个首先一点 就是未来就是音乐 包括这iTunes这些 这都会消失的 不可能的 只要中心化的都未消失 包括政府 一定会被消失的 他有三个大问题 我几个讲过 就是区块链来了以后 你任何中心的 现在大家一谈都是法币 多愚蠢啊 这个就像我跟这些老杂毛开会 我说你投资我们 投资给我钱 就是我们要把你们这帮老杂毛干掉 你们都是法币银行嘛 我老说法币 我们就是干掉你法币的 然后你投资我们 我们就是干掉你的 结束你们的 然后你到我们这会儿 混碗饭吃 你像什么好莱坞 iTunes APP 就是中心化 你知道现在下部手机是什么 很快就会诞生 你们可能想嘛 既不是三星也不是苹果 下一个手机 最重要的手机 就绝对是超过APP 所有这一切的 就是区块链 只给区块链使用的手机 就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 但是上去 凡是中心化都会背景 而且就你们就会看到这一天到来 很快 很短暂 它是伴随着 人类的文明的整个提升去中心化的时代 区块链 AI 量子电脑 所有人类上的信息加在一起 在量子电脑面前 就根本不存在一样 就你抽了口烟 就没了 你想那时候还有什么APP 什么ITRANCE 都不会存在 包括现在这个交通飞机 现在美国已经小太阳都出来了 人造太阳 接下来没有选择的 无污染的便携的核力量 轻力量 轻动力都会马上诞生 美国 日本 欧洲 已经很成熟了 这些东西单身的时候都是去中心化 人类的能源少了 它就剥削就少了 交通方便了 人们执行权就多了 机会就多了 所以人类现在活一百年 相当于过去人类活了一千五百年 得到的文明和认知 实际上大家活一百年 就是过去一千五百年 甚至更多 去中心化都不存在 而且咱爆料革命新中联邦 咱在全世界最顶端 都没有苗 而且走在区块链最前端 咱想不牛都不好意思 咱想不做都不行 咱哪一个不是走在人类最文明 灭共 区块链 区块链支付 去中心化平台 换把甲 它搞的搞的 咱就到了这个GTV了 搞的搞GTV就到盖特了 下一个你还知道 咱还有啥核武器 我告诉你 绝对还比盖特牛的出来 绝对会让你震撼 一夜之间 甚至一秒之间 共产党现在供洗蓝储 他不知道我们洗蓝储之外 还有啥币 他就没想到盖特尔今天嘎就来了 是吧 今天盖特币就来了 你还知道我们啥币知道吗 不知道哪 你不知道老杂毛吗 你们那帮互相骗了一辈子 我都跟你玩了一辈子了 是吧 你看着我再跟你玩点无影脚 是吧 老子拿脚踢你 就在美国踢你 让你感到疼找不着脚 你走着看 是吧 这叫什么 就是一个先进的思想和科技 现在你们所有问的问题 三百天以后 都会有清晰的答案 行了 不行了 大过年初一的 我要去吃饭 你们现在先下线 郑青 Tina太棒了 你俩从台湾栏是这次最最大的惊喜之一 我下去啊 我先下去了 你们现在继续说 谢谢威廉兄弟 谢谢风忠 谢谢宣凯 谢谢Tina 谢谢谢谢 你们所有的现场兄弟姐妹们 阿许 谢谢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上半场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啊 最后再让大家 再让我们的这个嘉宾们 给我们所有的战友们 所有的同胞们 我们一起祈福 好吗 好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 请不要走开 我们下半场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那大家先这样 好 拜拜 新年快乐 拜拜 给大家拜年 拜拜 各位战友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否像我在黑暗中起舞 没有人陪伴人手孤独 疲惊的双眼 暗淡无光 看不清方向 充满迷茫 你是否像我在谎言中大声几呼 优优优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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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拉雅 始终自由起去在表扬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是活追寻的希望与梦想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始终自由起去在表扬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是我追寻的希望与梦想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始终自由起去在表扬 喜马拉雅 始终自由起去在表扬 喜马拉雅 我们的喜马拉雅 是活追寻的希望与梦想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想想这样子去在表扬 我们的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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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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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拉雅